大家好 我是橡胶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测试了许多M.2 SSD固态硬帖的影片大受好评 也许真的介绍太多M.2 SSD 在影片下方留言处 常常会看到有观众说 希望版场能出插更多M.2 SSD插槽的主机版 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在你的主机版上面 只要你别买太便宜的盖板 最少会有一组由主机版晶片预留一组PCIe 3.0 柏式通道插槽可以利用 再说我是影片拍摄剪辑使用创作者 对于使用M.2 SSD固态硬碟需求量更是大过一般消费者 所以为了克服M.2 SSD的不够插槽扩充 我是选择在拍卖网站很容易买到的M.2 SSD 转PCIe 3.0 柏式转接卡来扩充更多M.2 SSD使用 而且他们的价格也不会很贵 从100元到950元都有人在卖 那为何售价怎么会价差那么大呢 比方说这一组950元的OWC转接卡 就会附上他们研发的M.2 SSD散热片一次完美解决散热问题 反之购买便宜版的转接卡就看起来非常的洋春味 M.2 SSD散热器就要消费者自行选购 但相对对消费者在选择使用自由度也会比较高 好 那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测试换上转接卡的M.2 SSD效能有没有变差受到影响 而这次测试用的M.2 SSD是先前测试过的 SK海力士GO的P31 PCIe 3.0 M.2 SSD 读写速度有3500MB每秒和3200MB每秒 配合使用的M.2 散热器是乔斯伯被动式散热器 价格约在150元上下 散热效果也不会太差 但注意哦 它的散热体积高度有点高大 可能会占用到下方PCI插槽空间 如果你下方还有插PCI的无线网卡 可能需要购买使用薄型M.2散热器来减少卡拉对方的尴尬问题 顺便也能增加两者更多的散热空间 让M.2 SSD读写效能再更好一点 这次测试平台也一样是机家D690主机版 搭配Intel 13代i913-900K CPU 主系统M.2是泛响S770 PCIe 4.0 2TB 读写速度有7400和6800MB每秒 加装我国外买回来的主动式散热器 记忆体是DDR4 3600MHz 32GB 显示卡是使用CPU内显UHD770来单纯测试用 好安装完成快来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的冷气房里 而在开机待机10分钟后 使用乔斯伯M.2被动式散热器 也是能把P31压在38度 看到这结果真的让我觉得便宜真的也有好过 而在我使用Crystal Dismark狂操毒血性能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马上提升到46度 大约提升了8度左右 虽然说这种表现并不会太差 可是你也必须考量我是使用开放式测试平台 如果改换到机壳里面使用 可能又要再增加个3度左右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主机内部使用很多M.2 SSD 在机壳内部的散热风流 一定要做好减少高温一直提升问题 而在空盘0.8测到毒血速度 读取有3532MP每秒 写入有3454MP每秒 目前和直接插在主机版M.2插槽 读取速度是接近一样的表现 并没有出现太大速度误差问题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6846分 IoPS约在50万和71万 这次测试总得分比上次多了300分 还真的让人蛮意外惊喜的 测到现在感觉外插式转接卡的M.2 SSD表现 好像效能有再强一点感觉 接下来是大答案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在IDA64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P31 1TB一样可以施斑顺滑 大约在2850MP每秒 读取速度到测试结束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在测试初期 可以看出P31的上下跳动幅度是大了一点 而且它的写入工作温度也是一直往上飙升 没有再客气的 再而使用主动式9S M.2散热器比较真的是天狼之别 而且让人很意外是 使用被动式乔斯伯散热器的P31 1TB 提早在38就出现SLC模拟快取耗尽现象发生 感觉这现象应该是主控晶片 开始启动温度保护来维持写入速度 再随着写入工作温度提高 P31 1TB最后缓外平均写入速度约在2400MP每秒 和主动式散热器又再差了200MP每秒 但你说这样表现会很差吗 以缓外速度还有2400MP每秒可用 还是强过市面上8层M.2 SSD 接着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 一样使用上市52GB大小测试档 拷贝到P31 1TB里面 在第一次写入测试 不知是不是因为前面测试后的M.2 SSD 工作温度还没有降下来 在写入过5%后马上狂降只剩200MP每秒的写入速度 真的把我吓了一跳 还好在过了8%后马上光速回升到2.3-2.6Gbps 到写完测试 在第二次测试后就恢复到正常水准 只是SLC模拟快取耗镜也提早在70%进度发生 马上降速到1-1.5Gbps到写完 之后的写入策略也都是保持一样的写入速度 写到最后满盘也没有出现太夸张掉速的问题 可能最大问题是在使用被动式乔斯伯散热器 让P31 1TB写入工作温度已经破60度高温 让写入速度上下跳动幅度大了许多 最后一样用Crystal Disk Mark来测试96%的读写性能 最后读取有3531MBps 写入有3453MBps 得到成绩也是能比官方标示再跨一点 最后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区块读写速度 这次又再更快许多 已经达到1.9-2.2.2Gbps 超过256kb以后 就是往PCI 3.0极限值狂标 可以在3.2-3.3.3Gbps 读写速度测试到最后 也没有出现掉出问题 所以经由以上测试结果可以得知 不论是使用主机板上面的NR2插槽 或是使用PCI 3.0转接卡 来扩充NR2 SSD固态硬碟使用 在两者的读写速度表现都不会有极大落差 大家可以放心去 插转接卡来扩充NR2 SSD使用 可能唯一要注意和影响到两者差异表现 就是NR2 SSD的工作温度发热量 如果你NR2散热器选用太差 是可能造成主控晶片提早进入温控保护功能 也会让读写速度上下大幅度跳动 最后造成工作温度是越来越高 写入速度也会慢慢降速 来保护NR2 SSD的安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PCI 3.0 NR2 SSD转接卡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